卢州区公所为了提供民众更优质的环境及品质 在办理正和街测沟及路面改善工程时 一并将缆线地下化 让天际线进空看见新天地 日前也举办了启用仪式 民众如果有机会来到卢州区正和街 会发现这里的路面景观看起来更开阔 原来当初进行测沟和路面改善时 一并将缆线地下化 应用我们这个创新的工法 三合一的工法 让215条的这个天际线能够下定 那我们的测沟除了这个整个深度跟整个宽度 排水的镜面能够非常的顺畅以外 我们特别这个做一个西形的这个钢草 把我们的这个保有性业者 我们的固王还有我们的广播系统 监视器这些管线能够下地地下化 所以让整个水流能够非常的顺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铺面 这个整个铺面工程 道路的铺面 我们也做一次的这样一个把它整修 所以这个是一个未来 我们所有的我们卢州区的包括天气线测沟 我们应用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工法 让整个卢州整个的环境 基础品质有效的一个提升 这次的改善工程当中以测沟设计最具卡丝 创新的测沟内墙设置矩形钢槽 有效解决测沟缆线副挂等问题 并且搭配过路管的埋设 提升排水效能 我们缆线是砍在这个这两边的里面的部分 目前的话大概有三家的有线电视 然后一家的那个监视器系统 还有广播系统也进来 所以有五条线的部分 工作配合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匣内缆线清整计划 105年度排成进度都已经完成 而且还超前完成106年排成约40%的进度 希望让卢州的天空更干净更美丽 记者方健凯 凯琳锦于卢州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